我只是想要告诉大家 这次我们是来真的 走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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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嘿嘿嘿嘿嘿嘿 老师 在youtube上有吗 这个游泳计划其实我们肯定的推奖 就是65岁相遇的长者 邀请的日照中是一个四位长辈 然后他们都是姿势的长辈 其他的十位长辈来自于我们二个宗教的长辈 年纪一千四岁 年纪最长的是91岁 的陆伯伯 80岁以上的包括陆伯伯的领导单位 那我们也要就是很认真去保护长者 他们将来上场的那个整个进行 所以我们总共规划出这个课程 那教练会指导他们 你要就是当球来做 然后你应该去抓好这个镜像 第二个学生很好 很好 这是我们这一支球队里面第二高龄 她今天已经84岁了 因为她告诉我说是 就是让他年轻的时候打球这件事情啊 对他来说是不可能 因为运动跟读书是男生的专利 所以呃 当他知道我这样的讯息以后 他把所有他自己的分析都推掉 接下来 一个選领选。 一二三宫一号 好 来 组哥来 你看我们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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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但年轻30岁 我年轻 年轻70岁 我回到14岁了 我们不要把班人治老人家 他们也不是老人家 是要跟我们一样 就有很多梦想 都想要学习 老人家也有梦想 年轻人也有梦想 我们只是举手之老 他们会完成这个梦想 这个也是举手之老 这可以保持到之后 他说对啊 那么开心 我们就觉得很开心 对啊 你也会发现 梦想 其实 能不能不得了 太多了 嗯 这就是罗姨 那他 很赞 那是